Odia Jungle 尤其是那些被做成穆乃伊的埃及法老们,关于他们的神秘传说,至今仍层出不穷,今天爆炸军就来跟大家聊聊其中最富盛名的图坦卡蒙法老。图坦卡蒙是古埃及新王国第十八王朝的一个法老,诗书上记载他自幼多病,很可能是个残疾,而且图坦卡蒙年纪轻轻就死了,死时只有十八岁。 当然关于他在古埃及历史上的政绩和贡献其实相对寥寥,毕竟活的时间并不长,真正让他名扬天下的是他死后,确切地说是他的死亡诅咒,或许大家都习惯性地认为法老们的穆乃伊全在金字塔内,其实不然,据勘探,现在很多埃及现存的金字塔里面都是空的。 为什么?原因很简单,高高耸立的金字塔,无异于告诉世人法老们的金银财宝都在这里,所以盗墓贼们和那些以考古为名的专家们很快就将里面的一概物品搬运一空。 后世的法老们自然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所以有一大批法老不再冒傻气地给自己修筑那么明显的灵墓了,而是将自己的尸身藏匿到了埃及的帝王谷。 图坦卡蒙就是其中之一,他的名墓就位于另一个著名法老拉美西斯六世的下面,开凿于断崖底下,不过就是这么隐秘的藏尸地,也没有逃,后世尤其是西方考古学家们的侵扰。 1922年11月5日,英国考古学家卡纳峰和他的搭档霍华德卡特,终于找到了进入图坦卡蒙墓的入口,在他们一连打开两道门后,图坦卡蒙的陪葬品,无数的宝物几乎要亮瞎了他们的眼,最无与伦比的应该要算图坦卡蒙的棺果了。 包裹着这具法老遗体的棺果,是一具金棺,于公元前1300年雕刻而成,那两位英国考古学家,抑制住自己激动的心情,在图坦卡蒙的棺果里拼命寻找,结果发现了一个用粘土做的匾额,上面还刻满了象形文字,毕竟号称考古学家,这哥俩还是很有眼力的,看了几遍就翻译出了上面的文字,竟然赫然写着, 谁扰乱了这位法老的安宁,死身致意,将在他头上降临,卡纳逢和卡特相互吃惊地对看了一眼,居然不以为意,继续搜罗陵墓里的其他真品,只是胆大的考古学家虽不以为意,但法老的阴魂却不曾忘却,几个月后,卡纳逢就命归西天了,据说死之前惨状令人感寒,原来他在进入图坦卡蒙陵墓入口时,左面的脸颊, 不知道被什么东西遮了一下,当时他急着在寻找宝物,所以就没怎么在意,只是后来的情况越来越不妙,不仅发起高烧,牙齿还全部脱落,最后医生的诊断为坏血症,这种病在二十世纪初期,相当于不治之症, 1923年4月15日凌晨,塔纳逢在开罗医院的病床上大叫道,我完了,我完了,我已经听见召唤了,当护士和医生寻生赶来时,病房里忽然停电了,等电灯重新亮起,塔纳逢已经命归西天,据故事的回忆, 这位英国考古学家的最后遗言是,图,图,图坦卡蒙,三,秀,我难受,当时的传媒业已经很发达了,很快,塔纳逢的死亡就传遍了考古界,很多人盛传,图坦卡蒙的诅咒已经被释放, 打扰他灵魂的人,都将死于非命,虽然很多西方的考古学家,仗着自己掌握的科学知识,对这种传言嗤之以鼻,但很快,越来越多的人相继奇怪地死去, 美国铁路夜巨头乔治杰格德,在参观完图坦卡蒙的陵墓后,第二天就发高烧猝死了, 法国的古代籍学家乔治贝雷迪特,在参观图坦卡蒙铃墓的过程中,摔了一跤后,竟然重伤不治, 第一个解开图坦卡蒙果师部的解剖学专家齐博尔特,在给尸体拍完X光片后,就发起了高烧, 回到英国诊治了一年后也死了,看到这,估计大家也都屏住呼吸了吧,法老的诅咒更是让当时的人们弹之色变, 从那以后,埃及的当地人,再也不敢给那些考古学家充当故宫,因为他们不敢去打扰法老的安息, 当然,后世的科学家又在接待力地做了很多研究,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其实是真军在作怪, 原来图坦卡蒙的陵墓经过上千年的密封,里面长满了大量的致命真军, 当那些考古学家和参观者进去考察的时候,真军们都抓住了机会,附着在他们的身上都以呼吸道为主, 这也是他们发烧的原因,自然,这只是一家之言,很多埃及人至今还是将法老的诅咒奉为归孽, 他们把法老的灵墓逐一保护了起来,不希望再有人以考古之名来打扰法老们。 准备了请不吝点赞Cómo.